好 人格權的議題雖然一般都是在總則篇當中會做說明 但其實嚴格來講他的條文規範的條文 不只在總則篇也會在再篇當中出現 都有關於人格權保護的規定 所以各位理解的時候就應該要一定的理解 好嗎 好那人格權有什麼值得各位注意的議題呢 好我把它歸納以後呢 我認為有這三件事情 是各位在學習人格權的議題當中應該要知道的 來第一個呢是關於類型的問題 也就是人格權的保護呢 除了法律上所有明文規定的人格權類型以外 根據195第1項也集於什麼 其他人格法義 那這個其他人格法義所指為何 各位同學就要注意一下 實務跟學說上的發展 舉例來說像肖像權 舉例來說像是居住安寧權 舉例來說像是我們這邊的生育自主決定權 這個都是在條文上找不到 而是透過實務見解 透過條文上的其他人格法義 而加以擴充的 所以各位呢有時候也要注意這種實務上面 對於 人格法義類型的一個發展 好其次呢當然我們要討論的是 如果人格權受侵害時 被害人有什麼樣的一個救濟權利 好 來 第一個救濟權利 當然就是根據我們的明法18條 第1項 前段 或者是後段 也就是對於人格權的侵害呢 被害人是可以請求除去侵害 或者是防止侵害的 那這就是人格權侵害的除去請求權 還有防止請求權 好但是18條第1項呢 各位要特別留意的是 它的功能 只能除去 還沒有結束的侵害狀態 或即將 防止即將發生的侵害狀態 對於已經 結束的侵害狀態 這個權利就不適用 而且這個權18條第1項呢 也沒有請求損害賠償的功能 根據18條第2項的規定 如果被害人要因為人格權受侵害 而請求損害賠償 應該要另外找尋法律上的規定 好 所以真正請求損害賠償的依據是什麼 應該是明法的 184條1項前段 或者是如果 加害人被害人之間是有在資關係 契約關係 因為契約的履行 而發生人格權侵害的時候 227條第2項 加上227之1 也可以作為請求損害賠償的依據 當然 確定完請求損害賠償的依據之後 接下來就是討論 被害人可以請求什麼樣的損害賠償的內容 那就是在我們的192 到195條當中 那這個192到195 各位要特別留意的是 他跟你侵害的人格權種類就有關係了 譬如說侵害生命權的情形 請求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就是192 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就是194 好可是如果是侵害身體健康權的情形 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在193 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在195第1項 那如果今天是我們這邊的 生命身體健康以外的其他人格權 包含其他人格法義 被侵害要請求損害賠償 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就沒有特別規定 所以適用的是損害賠償的一般規定 依據213到216來加以認定 那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 還是可以根據195條第1項的規定 來加以認定 好嗎 好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這邊的 不當得利的 返還 那這個權利呢比較特別的是 他不是每個人格權受侵害的 情形都會發生 一定要 加害人 因為侵害他人人格權 因此或有經濟上的利益 那我們才允許被害人可以透過 不當得利的規定 來請求返還 好 所以通常來說就是什麼 這個 利用他人的肖像 沒有經過同意 去製造商品 販售商品 那這種情況下面才有可能會構成 好嗎 好 那這個是關於 被害 人格權受侵害時 被害人可以主張的救濟權利 好 那這裡呢 各位要在特別留心底下的呢 是關於人格權議題的一個相關的新發展 也就是實務上 對於人格權議題的一些重要的新的實務見解 來 第一個部分呢 跟身份法義有關 也就是我們民法上不只保護人格權 同時也保護 配偶之間的身份法義 還有父母子女之間的身份法義 而由目前多數實務見解來看呢 這個身份法義的保護呢 他有一個擴大的趨勢 所謂的擴大呢 不是人的擴大 而是保護範圍的擴大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是配偶之間的身份法義 傳統的見解認為 只有通姦行為才會構成侵害 但目前新進的見解是認為 只要發生超越一般社會交易狀態 欲舉的行為 也就是類似男女朋友的行為 就足以構成親配偶之間的身份法義 好 父母子女之間的身份法義也是如此 過去是認為 這種父母子女之間的身份法義 只有在自一方於死 譬如說自子女於死 或者是 偷抱他人的未成年子女的時候 這個才會構成 近期的實務見解認為 只要使子女發生我們這邊的 身心障礙 影響到我們這邊子女的身心障礙 對於父母而言 就是一種身份法義受侵害的情形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請求 身份法義的損害賠償 當然身份法義的損害賠償 在我們的195 第3項當中 准用第1項的規定 就有賦予什麼 衛福金 也就是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請求權 好嗎 好 再來第2個發展 要請各位特別留意的是什麼 就是關於侵害民喻權的時候的 回復適當處分 這個在我們這邊的195條第1項的後段是有規定的 也就是侵害民喻權 在我們的民法當中 除了可以主張剛剛的 除去侵害 請求損害賠償以外 甚至還可以要求回復民喻的適當處分 過去的實務見解認為 這個195條第1項後段的適當處分 是包含 密加害人 道歉的行為 這個也算是一種回復適當 回復民喻的適當處分 可是我們的憲法法庭 在111年 憲判制第2號 也就是 取代大法官制制的一個這個憲法法庭的判決當中 基本上認為 這個如果密 強制密加害人道歉 這個是 有違我們這邊的言論自由的 也就是這個地方會與憲法 保障思想自由的意思 所以這個適當的處分就不包含 密加害人道歉 當然在這個判決當中是有交代到 雖然不能密加害人道歉 但是請求損害賠償可不可以 還是可以 要求把判決內容公開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不能夠密加害人道歉 好所以這個也要留意一下 實務上面的一個發展 好嗎 好來我們看一個題目做代表好了 請各位看到我們這邊 這個章節下面的第4題 他說 說甲於陳珠之透天處頂樓 違法以木板及沙網 搭建歌社 並飼養賽歌約100餘之 歌群呢 每日清晨6池左右 即開始 此起彼落啼叫 每日餵食 出龍飛行 及回龍休息時 歌群各以顯激動 那宜與甲呢 一牆匹林 而居數年 自家陽台跟頂樓呢 因此 密布以毛穴 以及歌群每日例行出龍期間排泄的歌糞 造成異味跟惡臭等 請問 以得否請求禁止甲 在該頂樓飼養歌子 第二 如果以受有支出清潔及消毒費用之損害 即長期受其想侵入 自精神痛苦 得否請求損害賠償 再來他的法律上依據為何 好 第一個碰到這種問題呢 我們要先處理的是 本題當中到底假的行為 飼養鴿子的行為 侵害以的是 哪一種人格權 還是人格法義 答案是呢 這裡不是法律有明文規定的人格權受侵害 應該認為是居住安寧的人格法義受侵害 好 其次 乙對甲可以主張什麼救濟權利 答案是 1 他可以根據18條第一項前段 請求甲 禁止在 繼續飼養鴿子 在頂樓飼養鴿子 或者是可以採取 避免這個鴿子影響到乙居住安寧的行為 第二個 甲乙之間沒有契約關係 如果要請求損害賠償 就要根據民法184條一項前段侵權行為的規定 作為依據 請求損害賠償的內容 其中財產上的損害賠償的部分 那就是根據213到216來認定 也就是題目當中的支出清潔及消毒的費用 再來 已因此受有精神上的痛苦 這個部分可以根據195條第一項 來請求未斧金 好 所以這就是法律上的依據 那當然 論述過程當中 各位還是要按照三段論法的方式 先把法律一記講清楚 再說明法律推論適用的過程 最後再給予我們這邊相關的結論 好嗎 好 以上就是關於人格權 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 好